什么叫烟供呢 就是用食物化成很香的烟 就像我们点香一样 然后以这个最香的清净的食物 供养诸佛菩萨 供养护法神 最香的食物供养了 然后诸佛菩萨把这个食物的香味 化成甘露 为什么 鬼道都是西味道的 就像各位你 你拿一个豆腐去拜祖先 香香的拜祖先 等一下来吃 没味道了 剩下土的味道 为什么 因为那些孤魂野鬼 祖先如果是中阴生 他是吸味道为食物 所以鬼没办法直接吃东西 但是他可以吸味道 所以我们就请佛菩萨 我们先供养佛菩萨 佛菩萨加持这个食物 等一下各位拿去弹成 透过火神的加持 烧成味道 这个味道飘出去 诸佛欢喜 然后布施给六道众生 替天道替人道替动物 上供三宝 下施有请 所以叫烟供 古时候的烟都非常好 古时候的烟是用最好的木材 做出来很香 现在有个麻烦 我有时候去印尼 一点头就昏了 都是香水 化学颜料 那这个没有意义啦 最好的香叫成香 檀香 这个有意义啊 对不对 那是今天我们自己做 用最清净的食物 来烧 化成烟 不施给众生 然后呢 地方就没有灾难 没有灾难 还很有福报 所以58页 那做这个烟供 就像我们 华人在修金座 金座也是一种烟供 火供一样 烧金子 可是我们烧金子 大部分都是有一点自私 我要法宅 祖先超度 但是佛法讲的是动机 如果你修金座 金座 金座要供养佛 供养神 金座要帮助轨道 然后这个功德 再回向给祖先 来回向给你家里 那你家里就有福报了 我想不是那个东西 而是那个动机很重要 按照经典 做烟供 有这十种功德 我们来念一下 希望大家天天做 门口要插一只香 就是烟供 那这个香 是用食物做的最好 或是你用米粉 叉菜 米粉茶 点燃了 很香 那个食物的香味 甚至做妈妈在炒菜 那个味道很香 你就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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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味道布施出去给人家 这里面讲的是炒素食 你在煮五肉就不用嗡了 那很残忍 像你的太郎 就是那个饭的香味 馒头的香味 牛奶的香味 都可以供养 对不对 先供养自己再吃 那你这样就圆满功德 像那个树 树神都是吸味道 吸嘛 如果你做烟供 这些树神就很高兴 土地神就很高兴 然后你做烟供就不容易生病 为什么 冤青在主吸你的气 所以你就会脸色苍白 慢慢生病 如果你做烟供给他 他吃饱了 超度了 那你身体健康 富贵安乐 所以这个方法 教大家 各位可以经常做